看到機車騎士自摔 林根人趕緊上前幫忙扶車 關心一番後繼續回到崗位上 林根人戴上卡通手套 28號一早在新竹南區路口拜票 大熱天不怕曬展現親和力 就是因為新竹市長選戰白熱化 最新民調曝光 根據聯合報調查 市長參選人的支持度 林根人獲得26% 支持高文安的新竹市民有25% 陳惠鴻則是21% 三人差距在抽樣誤差範圍內 可見藍綠白 始均力敵 不過無意見的市民佔了兩成八 這些觀望選民成了勝選關鍵 因此這場攻防戰要怎麼打 更顯重要 林根人和沈偉鴻雙雙雙打出清和牌 沈偉鴻步調不受民調影響 繼續跑宮廟行程 勤走基層服務市民 我們會加大力道的將我們的一些市政的政見 再更深入的跟選民來做溝通 希望爭取他們更多的認同 高鴻安人主打知性 科技感形象 要以幹練風格從政見比高低 新竹選戰三角都 以最新民調來說 還在觀望的兩成八選票 才是這場大巨戰的關鍵 誰能拿下藍綠白三位參選人 全都拼了 三立新聞 張浩義 蔡永恩 新竹 蔡永報道